大家好,我是Jacy 今天我要带你们走一走牛车水附近的一座小山 名字叫珍珠山 珍珠山和珍珠毫无关联 山的形状也不像珍珠 它的名称是由英文Pales Hill翻译而来的 这座山曾是华人拥有的甘密种植园的所在地 1819年,印第安娜号的船长James Powell 带着莱佛士爵士来到新加坡 他喜欢这座山的样子 就开始从华人那里收购山上的地 他在山上建立一座大厦 居高临下,可以观赏到海港的一切活动 后来他干脆就把这座山以自己的姓氏来命名 称为珍珠山 珍珠山曾经比福康宁山还要高 因此英国殖民地的工程师们 决定让苦力剃掉珍珠山的山顶 从而降低山顶 以确保他们的敌人不能利用这座山 作为攻击新建的康宁堡的阵地 作为攻击新建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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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新建筑 一些社会为战略的 优优独播剧行为 作为攻击新建筑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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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